钢丝刷是如何制造的 高速旋转的电动钢丝刷 不仅能清除污垢 还能在工业领域去除焊字与油字 制作它要从这台编织机说起 机器会将22根超细高碳钢 以特殊的手法扭在钢盘的孔洞之中 这种特殊的打结手法 会让钢丝不易脱落与散开 而一根钢丝刷会用到48束钢丝术 紧接着 钢丝刷会被放进圆形刀刃机器 刀刃机器会修剪钢丝刷的边缘 让其变得锐利 修剪好的钢丝刷 工人会放上一个更大的钢片 并将其焊接起来 这可以将钢丝紧紧夹住 同时也方便了冲床 将罗帽压进钢丝刷的中央 这将用于之后 钢丝刷固定在电动工具上 在另一个车间 机器正在将网状的钢丝 以特定的长度切割下来 被切下来的钢丝束 会由另一名工人收集 并放进支架交叉叠放 下一步工人会将拥有钢丝绳的钢盘 放进缠绕机 此时就能将切割好的钢丝束 放进缠绕机的卡槽之中 待其全部放满之后 缠绕机就会将钢丝束 用钢丝缠绕绑紧 之后的工序与之前的钢丝刷类似 同样需要将钢丝 用100吨的冲床压紧 并用刀刃将钢丝刷的边缘进行修饰 因为这种大型的钢丝刷 需要多的加厚 所以需要对其进行钻孔 并用钢管拼接起来 最后拼接好的钢丝刷 就能连接上电动装置进行工作 我是钢丁 我们下期见